Hello,大家好,我是H&N YangYang,今天我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今天我们都是继续讲音乐 不过今次不是讲唱歌,是讲钢琴 是的 我看到ABRSM,英国王家音乐学院的钢琴考试 好像有些新的变化 是的,其实他们出了2025至26年 他有一个新的钢琴考试1至8级的歌单 用他的说话是多了很多POP、Stage和Screen的音乐 换言之包括一些John Williams 《九石仰》的一些电影很出名的配乐 或者是迪士尼动画 包括《Let It Go》、《Remember Me》 大家都很喜欢很熟悉的歌曲 甚至比如Billy Eilish、Adele的音乐 都可以在里面选择 那就很开心了,只是低级才有 还是高级都有的? 其实1至8级都有的 不过如果真的要细分 其实主要都是集中多些在比较低级 就是可能去到1至5级多些 我觉得算不算是与时并进呢? 整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都在网上问问一些朋友 他们觉得这个转变是怎样的? 其实整体来说 他们都觉得是好的转变 正如你所说 与时并进 还有可以彈这些歌曲 对一些学生 尤其是小朋友 《Let It Go》 当然有兴趣彈 你自己又觉得这个转变是好 好不好 就是怎样呢? 你会觉得 好当然是好 刚才我说 那些学生当然是很激 那些学生当然是很激 那些学生就会觉得 哇,我认为彈这些歌 如果我小时候觉得彈 我肯定会很喜欢彈琴 很喜欢练琴 因为很多时候其实练琴 都是那些歌曲很悶 不想彈 那如果坏的话 那你考试不就只考一首歌 我可能会很喜欢那一首歌 就可能会忽略了其他东西 我自己也是比较 很坏参半 你觉得坏多一些 我觉得 都可以是这样的 我都认同我的朋友这么说 其实有时候与时并进 摆一些新的乐曲 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自己有点 认为古典音乐 因为尤其是 英国王家音乐学院 它是有一个 真是给POP那边的 一个钢琴考试曲 事实上 它新增的一些歌单 它里面都写到明 其实它那个publication 其实都是直接是来 它们POP那边 就是把一些POP的摄像 摆下来的 我觉得 你已经有POP的那一边 现在你摆下来 会不会混乱了那样东西呢? 如果你喜欢弹POP的 你不如去POP那边 我自己又会觉得 如果我的线 可能会去到一些音乐剧 比如它之前都有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我当它是一个音乐剧里面的 出名的歌曲 又或者是一些Jazz的一些经典 我觉得这些摆下来的 Syllabus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如果真的太POP的话 就是说到是 Billy Eilish 这些我又觉得 嗯 但是我又觉得 两体 因为我又要再看看 再看看它的编曲 我觉得 因为你如果很POP的弹 譬如说《九石让》也好 你不知道有没有看台湾的江老师 他经常开箱片 开箱的谱 有些谱是真的写得很复杂 其实是很丰富 那个技巧其实是 都是经典的技巧 所以我觉得 不可以一概而论 说是good 或者bad 编曲当然也是很重要的 就算我其他 就是之前网上的朋友 都有讲到编曲 这件事情 是不是要好听 我自己也觉得 这方面 都真的是专业的方面 我自己选择会相信 AISM那班人的 选择 但我也是讲到本质的问题 始终古典音乐 那样东西 尤其是你是有POP的 现在就好像混习了 而且对我来说 我有时候是透过去考试 真的去认识一些古典音乐出名的 就是我不懂的曲目 尤其是很出名 譬如我自己的经历 我其实是靠考钢琴曲 我才认识 Satih 那首gymnopathy gymnop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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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又或者我是 拉小黎琴考试的时候 才认识 take five 其实我拉的时候 或者我弹的时候 完全不知道 我小时候完全不知道这些是名曲 大家知道是名曲 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 原来那时候 现在才看回 我真的透过这些音 考试去认识 一些我不认识的作品 而且我也觉得 有这么多的作品 有趣的作品 你不需要去到Billy Eilish 那些 我不是说那些不是好的作品 但是是否需要去选择那些呢 明白 但我也觉得 他这一个的转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是钱 是的 简单来说 就是吸引多些人去考试 就是after all 他也是考试是要赚钱的 那你有这些repetra 吸引多些人去考试 就是他是赚钱的 但是我又觉得未必成立 因为刚才我也研究一下歌单 那你分ABC 你也是要弹一些不开心的歌 就是不开心 就是很传统的曲目 那我觉得这个structure 这个理念 他们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一定有一些classic 一些的 就是真的走不掉的 那老实说 那今次所谓新增这些pop stage 那些乐曲 都不是说很多 就是不是整 三分一都是那些 就是没有归心 是的 都是甚至少少少少少下去 但是都看得出 他想改变 就是除了与时并进 另外我自己 就是吸引多些人去考试 所以就可以继续赚钱 那么阴谋论 我觉得是 可能在其他的地区 是有这个考量的 但是香港就绝对没有了 香港呢 你什么曲目 你都要弹 总之就要考试 嗯 所以可能在其他地区 就可能会吸引到 多些人来考试 那香港地区 是不是都要考试呢 那所以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 不好的转变的 不过如果大家有些 什么意见 或者可以在下面 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那我们今天呢 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